無辜這樣 什麼男生會喜歡 蛤?! Oh my God 我是想給他一巴掌好嗎 為什麼 就是... 所以這招對女生是沒用 你們女生彼此不會互用 沒有啊 重點是他就是有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還裝無辜啊 你都知道他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還用這種無辜的表情看著你 你有用過什麼綠茶表嗎 其實有女生會討厭綠茶表 可是男生不會啊 因為對我們來說 那些行為都蠻可愛的 對 你們這些男生真的是分不清楚 就是... 綠茶表不會表我們啊 是沒錯就是... 反正對我們還更好 好 我們現在進入我們的主軸 那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今天的10個排名呢 比較偏向於綠茶表會做的動作 第10名是什麼呢 第10名 皺鼻打出可愛的噴嚏 皺鼻打出可愛噴嚏是什麼意思 可能就是... 哎呀 今天好冷哦 哈啾 這我突然覺得有什麼感覺 網友表示 綠茶表的大腦 彷彿可以預知打噴嚏即將來臨 然後咧 在男生的面前 萌萌的皺鼻打出聲音短觸甜美的噴嚏 獲得男生們的讚嘆 我應該不會有... 覺得讚嘆 真的嗎?不會辱獲你的心嗎? 不會啊 答不定是... 好啦 那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在第10名 哈哈哈 第9名 無意識的撩頭髮 捲頭髮 哎 這種事是會無意識的嗎? 這樣子 例如這樣子 哦 對對對對 應該是這樣子 你就講話一邊講話然後一邊這樣子 不是啊 有的時候這會不會是習慣動作 就覺得我都會跟他說 你頭髮快掉光啦 我們來看一下玩游可獎 無意識的在有男生的地方 挽起自己的頭髮 呃 這樣吧 呵呵 或是這樣吧 我該看 我該講 就是讓對座的男生 會有心癢癢的感覺 會嗎?會嗎? 但是我聽過就是男生會喜歡女生這樣撥哦 髮髮控的 OK 我覺得比較偏上習慣動作 所以你自己會這樣子嗎? 我自己是會很常梳頭髮這樣子啊 但其實我就是頭癢 然後想要抓一下 哈哈哈 你知道他的重點是什麼嗎? 他的重點是只有在男生的場合 哦 第八名 生氣墮腳 拆腰坑海 這樣嗎? 哦 我覺得男生是很... 視覺動物吧 很視覺動物 如果是一個可能比較巨大的女生 比較巨 如果這種事情的話我會覺得 哇 正像 哇 正像 我只是覺得很好笑而已 因為我今天是一個很正的女生這樣說 我會覺得哇 正厚 第七名 45度角 抬頭無辜表情 怎麼? 你們最常用的 蛤? 蛤? 這是真的有表情啊 就是我遇到的那個婊子 他就是對我這個樣子 你直接叫他婊子哦 哈哈哈 還以為 所以是怎樣 然後無辜這樣 你們男生會喜歡 蛤? Oh my God 我是想給他一巴掌好嗎? 為什麼? 就是... 所以這招對女生是沒用 因為女生彼此不會互用 沒有啊 重點是他就是有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還裝無辜啊 你都知道他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還用這種無辜的表情看著你 你當然會想揍他 當然如果就是 沒事的話 他做這個表情 呃... 應該沒有不會有人沒事做這個表情 哦 對啦 如果沒事有做這個表情 代表他是綠茶表... 表中表 這種45度角 抬頭無辜望 這種行為會讓男生覺得就是 這女生好像很欠保護 好像保護他 來吧 來我這裡 傻小 哪裡 第六名 用手撐下巴歪頭放電 這樣嗎? 對 應該是啦 對男生聊天的時候 他是綠茶表的照還無辜 聊著聊著 不是不經意的用手拖住下巴 哦 這樣子啊 我要表示 當綠茶表會做出這樣子的動作的時候呢 就是要用來引誘男生的 安安你會被這種動作引誘嗎? 笑屁喔 眼睛好像抽筋一樣這樣走 我覺得他們做的動作 大概不會像我們做的那麼誇張 他們會讓我們就是 無意識的被他吸引住 OK 所以你覺得你會被吸引到? 我就會被吸引到 表 表得很成功 第五名 表得非常成功 第五名 好 再來第五名 低頭露出嬌羞的表情 OKOK 懂了 它上面是寫說 這樣的表情可以激發男性的怜悯之心 而且這樣瞬間產生超妹的保護力 OK 至今低頭嬌羞的表情 為何乳弱 惹惑大部分男生的心呢? 讓女漢子百思不得其解的動作 所以妳不 妳有用過這個招嗎? 我覺得這個招應該是 標配耶 我不會耶 我會這麼解吧 那妳遇到喜歡的男生妳都會這麼做 我遇到喜歡的男生嗎? 對 妳都會送什麼表情去挪啊 我反而會用很有自信的去面對她 用眼睛指示她的眼睛 那我會覺得妳要賣我保險 不會好不好 第四名 常用疊字字傻嬌 真的假假的嗎? 我最討 對另外一半講話的話會 如果不是對另外一半 就是對有男生的場合 她是單身的 跟女生不可能去遇到這樣子 我覺得不形形耶 妳可以嗎? 妳身邊有朋友這樣嗎? 我圈子當然一定有啊 就講話很 而且還蠻多的喔 很奶的那種有啊 說到正常的女生完全不能理解 這種口語表達是哪一種文化 為什麼有些男生會對這種類似 牙牙學語的說話方式如吃如醉 這是讓人滿頭霧水 真的讓我滿頭霧水 可是大部分男生都喜歡 這是夠了 OK 第三名 用軟萌的奶音輕輕說話 這樣怎麼學? 寶寶妳今天在幹嘛 妹子的標記就是可愛的聲線 許多男生對女孩子輕輕語的軟萌奶音 他無無抵抗力 聽了就全身舒茫茫 茫叔叔啦 一字早就不在線 只有女生才會拳頭硬的 都幾歲了還在這樣講話 是在幹嘛 真的拳頭很硬 通常這樣子的人 他的工具人會有很多 喔對啊 你就是他的工具人 第二名 天然呆球保護的模樣 日茶表的大招之一 明明就不是笨女生 但她在面前自砍自傷 壯呆才可愛的 好傻好天真 才是獲得客戶的自爽自法 那這個好傻好天真是怎麼樣? 他應該是要裝傻 所以就是 蛤是嗎? 就譬如說 欸一家也很多傻 你說蛤我不知道耶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也是小心機力 可以啦 就是會讓男生會覺得說 喔你不懂 沒關係我教你 嗯 就是讓男生覺得 你需要我 哈哈哈哈 第一名 自然嘟嘴吐舌 為誘惑 呃 就是可能講到一半就 還是 哈哈哈哈 欸可是這是第一名耶 這個有很很很很很很表嗎? 就是網友票選的啊 所以你也可以反駁 沒差啊 因為這是網友 只是講網友 選出來的而已 所以不一定是正確的好不好 不要再攻擊我們啦 不要再攻擊我們了 我們都會反駁的 真的不要挑戰人事啊 人事非常不理性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覺得這不算是第一名? 就是有時候我可能是思考 然後沿著你就 欸你學這個上面的圖片 快點試一次 這樣我丟了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有點像智障 哈哈哈哈哈哈 無論是人還是狗 舌頭的瞬間 都莫名有種可愛的感覺 啊哈 這道理是綠茶表 最舉小場的一本招式 如果不失清純的作為一本 功夫 要求 這要練習的啦 所以你剛才 啊 我知道 真的會有很多人說 給你練十次現在 哈哈哈哈 有些女生甚至會 有意無意的露出一小節舌頭 只能感嘆 綠茶表真的很懂這一招 在心理學世界上 有某種程度的誘惑你的 我覺得你們男生 真的會被這種欣慰 誘惑到 而且綠茶表其實最厲害的是 他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不會讓人家感覺到做作 對啊就是一切都好像很自然 他們已經很自然 已經練到很自然 如火純青了 對 不要不要我愛你們 請跟我聯絡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們從剛剛這樣子講下來啊 第十名到第一名這樣子 你看過來 哪一個是會最讓你心動 每一個都心動 嗯 OK